他們的獄警情況很嚴重 立法就是比較立竿見影的方法 在這些行為中畫一條紅線 當市民選擇去佔領道路 去擲磚放火 這班已經不是普通的市民 他們就要接受自己的身份 不是市民而是疑犯 執法者和犯法者是永遠對立的 不要說你犯法的時候 你就拿市民的身份出來當擋箭牌 去要求加強或者改善警民關係 令到警察不抓你 好像醉酒駕車 以前沒有醉酒駕車 後來慢慢諮詢立法 慢慢的人就說不要了 到真的票控醉酒駕車 現在就會少了 目的不是要票控你 目的是要令你停止這種行為 整條獄警罪是不需要留案底 游起不了阻嚇作用 票控是最快捷的方法 性質嚴重或者再犯的情況 或者是毫無悔意 很嚴重地 很長期地有目的犯法的 可能政治目的 可能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就要判處一個短期監禁 我覺得其實三個月六個月 其實都夠 有一個短暫期間監禁 才可以起床作用 很多人感選了 有很多人感染